哈喽,大家好,Ray1です 今天早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国际版的Twitter以及Facebook的主页 距今有发表一个贴文就是表示讲说 距离国际版的9周年已经进入倒数一个月的时间点 6月7号嘛 然后9周年正式开启的日期 国际版每次都是在7月7号上面 所以就是真真真正的倒数一个月啦 非常非常的快 大家就该要好好的把龙石给储备起来了 然后并且在这一折贴文下 官方也发布了一个东西就是 持有力最高的L-O角色Top5 但是目前来说发表的是第一位 那么这一位来说的话 是2021年推出 在6周年期间 我们的激悟空这个样子 老实说算是不难想象啦 毕竟他的那时候 在2021年他们的抽卡数据有显示到 抽这个激悟空的那个量 真的是很夸张 当年度好像就是卡机的那个抽卡量 最高的质疑啦 在限定卡机上面 所以 然后后续叻 又一直有在复刻 不过这一张激悟空总数 就是他推出之后 到目前为止 包括9周年 只复刻了5次 首先就是他出复刻的2021年 气息的全明星卡机上面 然后再来就是7周年的卡机上面 然后再来就是2022年全球活动 数双人的卡机 然后再来就是8周年GT双人的卡机 以及到9周年今年 对于还没有的朋友 绝对就是要多下一点的 野兽范的卡机啦 因为野兽范本身 再配上激悟空 配上森兰达 那么队伍上面是绝对的够强悍啦 那么他们的极限在觉醒 也非常非常的棒 然后这一张在当初 是6周年啦 两张大奖都无言拥有 也是去到那个气息全明卡机 才把他们给换出来 然后换他们的人 应该是蛮多的啦 毕竟本身那个 极悟空这个形态 是真的帅 动画演出也是很好的表现 虽然说实力上面在极限之前 是有诸多的话语去说他 不过极限这时候 真的是强到一个爆炸 那么这一次的话 就打算把他给拿出来 再一次使用一下啦 对 队伍上面就直接让他来带队吧 然后组了一个宇宙生存片 这个队伍是绝对的够强悍啦 那么当然用着那个转租道具 打这个小普的关卡啦 应该是两回合内 不是应该 是肯定两回合内就可以解决掉了 不过这一次就不要了 我想要用正攻法看看啦 嗯 我们来打一下吧 摩人浦 小普 Let's go 哇哦这样子的顺位也是可以 那么九周年到时候啦 大家应该也是可以玩得非常的愉快了啦 相信 反正距离那个时间点来说 也还有一定的时间啦 嗯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呃 这边先这个样子 马子 卡兰咯 最后 才六颗族吧 好惨喔 哈哈 就没办法去到七颗族嘛 要备 别记得让他去抗一号位 主要就是叠一下复活被动啦 呵呵呵呵 一千四百三十七万 哟哟 那两张九周年他们 呃 极限战之后啦 就真的是足够强吧 只不过就是持有力 Top5 我真想不到就是讲 诶 近 应该说现在是讲Top5嘛 可是 放出第一张 也不知道是不是Top5的第五名 然后第四第三第二第一名 都还没有放出来 不过对于第一名啦 我相信应该就会是 2019年所推出的那一张啦 我们的那一个 欸 素数的全球素物饭 我相信绝对是他啦 持有力第一名 因为在20 20 22年不是有一个 呃 那个叫什么什么呀 都看Data嘛 上面就有表示过 他的使用力是最高的 使用力上面啦 可是不是持有力 可是现在这样看下来的话 使用力高 就代表持有的人多吧 所以才会用的多 所以才会用的多 可是好像不需要用转除道具啦 正攻法好像都可以在两回合内干掉好耶 这个有一点点的 才会用 Gonna 而咱们拍一眼 Airline 開動 頂不住 頂不住 35%減傷都頂不住 這邊這個樣子 其實我這個樣子擺好像也沒有問題 反正死亡也是可以的 過算了 我們還是 這樣好啦 還是不想死亡 然後我們的極悟空 極悟空的話 超必殺就好啦 不要開到蠻氣 不然真的是把對面給幹掛掉就笑死了 回避84%的那個回避幾率 1664萬 我是希望可以打到下一輪的正攻法出來 按照這一隊正常操作來說 是還蠻大機會直接幹包過去的 如果是把極悟空放在一號位 放在二號位的話 不過這邊即使是掛掉也沒在怕 畢竟復活技能已經啟動上來了 第一次來嘗試一下這個隊伍 不 好像真的是有機會直接幹掉了 還好我的那個極悟空 沒讓他吃夠足 沒讓他滿氣 要不然就真的是 要不然就真的是 二連必殺全屬性卡 倒油 不過還是痛 這個演出 啊 四個 帥 然後國際版的朋友 準備好自己的龍石有沒有 已經倒數一個月了 我國際版的帳號 到時候應該是有機會 牽觸殼吧 應該啦 應該 喔 欸 卡蘭咯 喔 只有這樣子 不是太理想 不過就 放給他去啦 OK 可是 喔 竟然沒有那個必殺法的 大丈夫です 哈哈 這邊就正式的來打一下正攻法啦 然後 有沒有辦法過渡過去就 哇乾奶 所以 很看重我們的 提籃雙人啊 他的連擊 能不能就很好的去發動了 1431萬 最好來一個五連 欸沒有辦法 四連必殺 最好來一個四連必殺 直接降好降滿 這樣咯 因為這邊只要那個 他的 按鈕 還是往下降的話 至少 輸出上面 是 我們還可以承受的範圍 不要 不要 連擊臂殺 謝謝 隔壁那邊 那三位真的是扛不住啊 而且 沒有可以復活的角色在 這才是重點 哈哈哈哈 欸 對 極悟空 這邊我就特別七七七 你知道齁 極悟空 就只攻擊那麼一下就好了 不要連擊必殺 哈哈 不要再增加對面的攻擊啦 阿諾悟 喔吼 又來了 5% 喔還是格鬥系必殺無效 喔 白白為他提升攻擊 欸 阿諾 哈哈 欸 不過還是降拱的logo還有在 降拱的logo還在 降拱的logo還在 呃 而且 欸等一下這一輪 是不是沒有開必殺 喔 必殺在前頭齁 嗯 這一邊的話 我們就 這個樣子 六顆罷了 各位 要讓他們湊過七顆 還真的是 不容易啊 遊戲喔 這個樣子 增加的比較多啦 等一下 看一下 55萬 呵呵呵 嗯 喔 還是保持在六顆上面 那麼就 拿來 回一點血吧 大家覺得撐得過去嗎 呀 妹 我沒事沒事沒事 等一下 可以完全回避 那就好 哈 OK 回避 這個是 本班大家 回避成功 哈哈 然後我們的 出造物童 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 哈哈 喜歡說這個 我們應該是 怎樣怎樣 可以不要這樣嗎 用這一隊打贏 應該是要很正常的才對 可是 我感覺到 特別的不安啊 而且後面兩下 全部給我連普攻 我 平時都不見得你那麼會連擊 喂 喂 難得 遙修啊 這個硬要連擊 哈哈 哇哇哇哇哇 這種東西 時常都會有 那麼 欸 應該要讓 奇異悟空站一號位啊 畢竟他是這一次的主角啦 那麼就 可惜 反正有復活技能在 我們也沒在怕啦 然後這一邊其實 也不需要開主動技啦 他是死定的了 我還真的是正中耶 有沒有搞錯 你們到底是在幹嘛的 哈哈 極限之後 你的回避還是不能讓我信任 哈哈 哈哈 但是就真的是很強啦 可以拿去打各種各樣的 好玩的關卡 嗯 OK 然後 全部就是 古攻 哈哈 全部被無效化 不過這邊 其實這一隊的話 拿來這個關卡 還是打速攻會比較好一點點啦 嗯 簡單 正攻的話就會有一點的 讓人害怕的地方 哈哈 欸 對 那 Begita的話 Top10 我覺得這個 這個聖蘭達Top10的持有力都應該是上不到啦 哇 面白 哈哈 然後五周年這兩張 Begita跟Begito 應該也是有機會在Top5裡面 應該有機會 然後 還有就是 支付紙 當初大家都想要 好 應該也是有機會吧 因為很多人都有去花那個 幣啊 什麼之類的 在上面 嗯 不過應該不到Top5啦 Top5這個也是要經過幾年的累計才有辦法達成 所以應該就是比較老的L奧啦 想來 嗯 就那幾張 利雙人應該也是會有 因為利雙人當初也是 大家一直在推著換的 我自己就 2020年 他全球活動過後 2021年是一直在推大家換那一張 嗯 2019年的蘇無飯 2020的利雙人 再加上2021的這個 知屬的吉義悟空 然後另外兩張我可能就是五周年的雙生 大概Top5我自己 意想中是這個樣子啦 那麼目前 就只公佈了一張嘛 就是吉義悟空 大家覺得後面的幾張又會是誰呢 欸 我們也是來猜謎一下齁 到時候我們就慢慢解 哈哈 還蠻有趣的 嗯 OK 那麼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結束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Jia またね 拜拜